掛了嗎 好經過我們昨天的努力之後這個 我們相信現在大家就對於資料處理就是 應該是更熟悉啦對不對那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更大更高難度的這個挑戰這樣子好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現在的那個資料格式 前跟後他大概長什麼樣子我們先把他讀進來 好現在是 第五課嘛對不對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個這個他的檔案格式啊就長成這邊有很多人名嘛對不對這是Patient ID 那這個 每一個patient在不同的時間點 他不同的這個檢測值 然後最後會有個結果 對吧這是 這是我們原始資料格式 好可是這個樣子啊我們想要把他轉換成這個樣子的格式因為這個樣子不好看 這樣子格式不好看你大概可以想像嘛對不對假設以後你是個醫師 那你想要看 這個病人他 每一次追蹤的狀況你是不會只想看一個值啊對不對更換他 他每次的這個值他還是 他 還是這個格很遠的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啊想要看到是這樣的狀況就好像這個病人 他第一次做血液檢測的時候 他每一個Value是多少 那你想要看他每一個東西的逐 就是逐次變化的時候 你希望這樣看下來的 這樣看一定比較好看嘛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嗎 可是這樣子 為什麼 我可以跟大家講喔 醫院的資料庫 儲存成上面這種格式 不是故意的喔 是醫院真的都儲存成上面這種格式 那為什麼 醫院都儲存成上面這種格式 那 可是比較好看的這種格式 那為什麼醫院不儲存成下面這種格式 主要原因是因為儲存空間的問題啊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醫院啊 有在做檢測的生化檢查值 至少有個好幾百項 那每次做一個 一個時間點的檢測 因為有好幾百項所以他大部分都是沒有值的 那只有少部分是有的 所以說如果醫院把資料儲存這樣子的話 這樣儲存空間反而會消耗比較大 那這樣子的儲存空間會比較小 所以我怎麼樣把 儲存空間小 但是 實際上醫院在用的這樣的一個格式 轉換成我們習慣使用的格式 這就非常重要了嘛 好那我們了解他的重要性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思考一下 他第一步要做什麼 有沒有小朋友 有沒有同學要回答的啊 第一步要做什麼 有沒有人你要講嗎 優秀的同學你要不要講 排序 排序什麼 排序什麼 病人喔你要找到幾個人嘛對不對 幾個人 可是 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有個問題耶來這裡 這是我們原始的 這是我們原始的格式嘛 總共這邊有 一二三四四個 四個變相 然後這裡我們不知道多少嘛對不對 好我們 我們首先啊 我們要 我們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填到一個新的大主陣裡面 對不對 對不對按照上市的邏輯這樣 對不對 那 你說你要先找到病人 這個很好 Number one patient OK 那 找到Number one patient之後 有沒有同學要說 請問一下 這兩個 Number one patient在哪裡啊 要不要回答一下 蛤 蛤 這個 所以只有 Number one patient跟這是一樣的 欸 可是你看 你看這個 你看我們現在那個螢幕 那同個人他有好幾筆啊 所以看起來 看起來不會 看起來這裡不會是只有Number one patient 對不對 對啊如果是Number one patient 那一個人只能有一筆啊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 所以 他有沒有想法 他有沒有有人想法 還是這裡比較容易決定 這裡應該比較好找吧 這個數字是什麼 這 Number of test name嘛 對不對 可以吧 所以我們首先先找一下 Number of test name 好 Number of test 我們把它放到這裡來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那我們現在出個問題啦 這裡顯然有兩個東西對不對 一個是 PASSION 一個是時間 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有個問題啦 這裡 那我們 時間其實我們也是找得到的啦 對不對 時間也不會太難找啦 3 你至於你要怎麼找咧 我們現在大家心裡應該都有數了吧 反正就用Levels跟這個Lens這套combo 對不對 總是能夠搞出來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好可是 這邊又有個問題啊 這邊又有個問題 如果啊 如果有病人喔 來我們現在 假設我們模擬 一份資料啦 對不對 假設有個A A B B 好其實 總共啊 其實 這兩個病人 總共就是應該要 加起來要有4筆 就是他有4筆生化值資料 結果啊 這個A啊他可能是3月1號 這個A啊他是3月3號 那這個B他是3月2號3月3號 那這樣子你去取Levels Day的 就是這個Time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出現 只有3種 對吧 可以接受嗎 他的種類是3對不對 那他種類呢 N等於2 2跟3怎麼樣可以組合成4啊 不可能吧 對吧 可以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可以聽得懂齁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我們 上面要轉換成下面 那 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比較合理的做法 我們我們現在先不討論就是說 你寫不寫得出層次啊 好不好 我們就把那個邏輯講通就好了 好不好 邏輯講通 邏輯講通 我們再來講層次嘛 對不對 我們要不要再找一些 優秀的 青年來回答一下 可能就你好了 有沒有任何idea 沒有idea 有沒有人有任何idea 你有沒有idea 你有沒有想 你先把同樣東西做 所以如果我都是A 我先都把A做出來 然後再理解 你說你說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要直接轉 這樣太難了 我先找把A這個人做完 你先把A做完這樣子 這個方法 這方法 好啦我跟你們講 這方法就是標準答案啊 對不對 我一層我做不了 那我不能先把他 我不能先把跟A有關的猜出來嗎 有可以嘛 對不對 這是跟A有關的方法 那我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猜出來 那這樣這邊就固定完 這邊我就不用管了 我就可以管這裡了 對吧 我就可以管這裡 那根據這裡跟test name 這樣理論上 我們應該可以組合成一個 4A的 4A的一個table 這是4A 然後這個可能是 N乘以 N乘以K 對吧 那接著 按照同學的講法就是 那我再把B做完嘛 對不對 那B 是不是也可以做完 那這邊N2 R這邊N1好了 N1乘K 那我之後可以把這兩個再合併起來嗎 對不對 阿怎麼合併 我們有沒有教過 你如果說有記住我昨天講的話 把核心函數組放在旁邊啊 就會看到 好像有一個函數Rby的 Rby的好像可以把它合起來對不對 上下一跌就好了啊 所以我們這一題的解法 大家如果說 有跟上的話 我們來思考一下 我們現在啊 我們的目標還是一樣 就是我們首先要 腦袋裡面先想清楚 我們有個目標的矩陣 我們有個目標的矩陣 大概長這樣 那我們現在啊 遇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啊 在這個 他的column數啊 這個我們 預先就可以求出來了 他的column數 我們可以求出來 但是啊 他的raw number 我們得不到 得不到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他同時涉及了兩個變數 一個是 number of pt 一個 number of type 對吧 那我怎麼解決呢 解決的方法就是啊 那我們就把東西再拆細 因為我們一次只能解決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 把 大象的 主要是 number of patient 把它一個一個做 做完之後 那這樣子 如果一次做一個patient的話 比率上我就會做了嘛 對不對 我就可以做出一個data 一個data 那我再把它合併起來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思考邏輯喔 好那我們 實際上程式要怎麼操作勒 實際上程式操作就是 那我先寫一個病人 我先寫一個 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回圈都怎麼寫 我們都先 I等於1 的時候 然後寫一個範例下來 對不對 那這個範例可以work 我們再把它包成回圈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實際上我們現在要進行的話 我們鐵定就是 number of patient 這些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要 每一個patient做一個表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每個patient做一個表之後 這個 我們啊 我們就先 把這個patient做完 這個patient的這張表做完 做完之後 這一大包成是嗎 我們再把它包成回圈 這樣解決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實際主座 好這個 還沒有人記得 應該 不用我提醒說 這個 假設說 Number of test name Number of test name 要怎麼求嘛 對不對 應該所有人都記得 對吧 可以嗎 就是 使用Levels這個函數 Levels這個函數就可以 把這個 Number of test name把它求出來 像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應該不會很難 好現在這個 Levels test name 總共有20 24項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 OK那我們繼續來看 那 N.test name N.test name就是把這個 Levels test name把它 做一個就是 了解一下有幾項嘛 這個數字是我們需要的 好接著 Levels patient 好注意 這裡 我是不是有一個 S factor 為什麼 S factor呢 注意一下喔 如果你現在直接看 他的class 他是一個 數字喔 為什麼是數字 因為你讀檔讀進來的時候 不知道他是病例號啊 還是什麼 就是 他不知道 你 我們不知道他是病例號 還是這個 可能是什麼 就是 數字對不對 所以啊 你必須知道 一件事情 如果你直接打Levels 這樣是不work的喔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出來就是 那個nun 為什麼勒 因為這個 Levels的函數 只能對factor用喔 所以其實 正常來講啊 如果你嫌麻煩 懶得去check 這個變相是不是 因子的話 你最好在 程式裡面喔 都 加上 在Levels的時候都加上factor 反正 反正這樣絕對不會出錯 這樣懂我意思嗎 OK好我們繼續 Number of patient 喔其實只有10個啦 好吧 這樣這樣可以吧 OK Number of patient 只有10 好那我們繼續 那我們現在首先 我們剛剛已經 思路已經清楚了 我們要先把第1個病人做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設一個 I等於1開始 我們總是 我們總是都這樣做嘛 對不對 I等於1的時候 那I等於1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跟我們有關的 I等於1的時候跟我們有關的是不是就只剩下原始data裡面的跟第1個patient有關的data了 所以我們先把它產生subdata好不好 這樣子的話是不是比較 這樣的話是不是比較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好subdata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右邊右手邊你可以注意到 我們原始data總共有5441笔 subdata總共有509笔差不多10分之1的量 好那接著我們下一步 是不是就要求Number of time了 可以接受嗎我們要求Number of time了喔 好我們求Number of time Number of time應該不會很難求嘛就這個樣子求嘛對不對 有沒有人覺得有問題的 應該沒有吧應該沒有人覺得有問題 他告訴我說總共有1532個時間 你覺得合理嗎 來注意我剛剛特別去提到了 這個人 這一筆資料subdata 他的 總共 我們就先不講他同個時間點還可以測很多個 他總共就只有509笔對吧 那怎麼我現在求 Number of collection date的時候 他居然會有1532笔勒如果你看這個levels 看起來都是時間啊沒有錯啊對不對 那怎麼可能會有1500多笔勒 有沒有人想到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人要積極參與我們的討論的 好我們來想一下問題在哪裡 問題其實是 問題其實是 這個我們來 問題其實是這個我們一開始有一個這個原始的這個DAT 他是不是有一個column 是配訓練然後這個column是 這個 DAT 這樣可以吧 這是他第二個column嘛對不對 那這個column是不是 原本就是一個因子屬性的 他原本就是一個因子屬性的這個 物件 這個 向量 對嗎 好那這個因子屬性的向量 因子屬性的向量 同時為什麼我們levels可以得到那個他的種類 是不是因為因子屬性的向量他在紀錄的時候 實際上他是 假設有一個 A B C C P 那他轉換成因子之後啊 實際上是 1 2 3 3 2 然後他有一個對照表是 A 等於1 B 2 C 3 這樣對嗎 可以接受嗎 這是我們 因子屬性就是我們把 這樣的文字屬性轉成因子屬性的時候 會產生這樣子的 像對照表 對嗎 可以接受吧 那 那現在啊 在對於這個大表來講 對於這個大表來講 他是不是有一個 這一個碳是不是有個 自己的對照表 對嗎 可以接受嗎 這個碳是不是有個自己的對照表 這個對照表啊 在你進行subset的時候啊 他並不會消滅啊 這個對照表 這個對照表 並不會因為你取了 subset 他就自動更新了 好我們現在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啊 如果把同樣的程式嘛 我們不要求subdata了 我們直接求data 我們直接求data 你看到一模一樣的結果 知道了嗎 因為啊 這個對照表 他並不會更新 這樣知道吧 Levels這個函數為什麼那麼多 方便 他方便是取他的對照表 但是你在做subset subset的時候 他其實並不會更新這個對照表 那我要怎麼強迫他更新這個對照表 我要怎麼強迫他重新做一個對照表 我是不是可以先把他變成文字 我先把 這個東西變文字 然後再把他 轉成音質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重新去做一個對照表 可以聽得懂我的講法嗎 他現在 這個對照表是舊的 就是一個舊的data裡面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 這個對照表 我其實是不想要的啊 對不對 那所以我要強迫他重新做一個對照表 就是先把他轉的文字 再轉回 這個 再轉回這個factor 那文字怎麼轉 文字應該也是很簡單吧 反正就 SXX就轉過去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首先 先把原來的東西先 這個先轉文字再轉音子 轉完之後再重新做 你就會發現正常多了 好現在看起來他其實只有132個時間點 是不是看起來正常多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注意我剛剛講到所有細節喔 就是我們在做處理的時候啊 我們I等於1這裡 就是我們 我們繼續往下 就是現在我們已經得到了這個 Number of collection Data了然後跟那個 Number of test name 那這個 我們接著就要產生一個空的matrix等的填嘛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產生一個空的matrix 那這個空的matrix怎麼產生呢 是不是就用matrix的函數 好我們直接貼下來這裡應該沒有問題吧 submatrix等於matrix NA我們先全部填NA 然後啊 nroad等於 這個collection date 這個就132嘛對不對 那ncolumn呢 ntestname加2 為什麼要加2因為我前面兩個 column我想要填 patient number跟collection date 這樣可以嗎 好那這樣子我們產生完這樣的一個matrix之後 這個submatrix 現在是不是 現在是不是一個空的然後有columnance的一個 矩陣 對吧 那我接著我想要把這個 patient number把它填進去 因為到時候合併的時候我要知道這是哪個病人的嘛 我把第1個column全部填入第1個 patient number 第1個是我現在在做的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現在按run 現在我們的submatrix看一下 是不是全部都被填上175這個病人了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我們再 填入我們的collection date 再看一次 現在是不是 每一個 每一筆對應到某一個時間是不是已經按上去了 好所以啊現在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來做一個就是 現在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來做一個就是填控的 填控的 就是填控的事了 也就是 我們啊現在可以把 這一行全部填填了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 這一行要全部填填的時候 我們現在直接跟你講說我們現在只能一個 一個時間點一個時間點開始分析啦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 再搞一個 這一回圈對吧 可以接受嗎 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一次只能處理一個時間點啊 我們一次只能處理一行嘛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雙層回圈 桑捷克的時候我們等於是從這裡開始 桑捷克我們等於從這裡開始嘛 現在我們 等於為了他又要再製造回圈對吧 我要填這個矩陣填定是需要一個回圈的嘛 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我們這一開始 這一等於一的時候我們把第一個時間點的 資料把它抓出來 我們再產生一個subsubdata 這個subsubdata 等於 subdata裡面 他第二個 這個 他等於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的資料 我們把這個subsubdata 抓出來看看 你會看到他有四筆對吧 分別是IP Total calcium Cretinine 跟這個sodium 這個 summetric 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的summetric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要在IP的IP在 IP在這裡 IP在這裡啊我們要填入4.3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裡我們要填入4.3 那 Kaosyn的Kaosyn在哪裡啊 Kaosyn在 我眼睛眼睛花了算了 好這裡這裡這裡 OK 這個 這邊要填入7.3嘛對不對 那接著這個 Cretinine我們要填入3.7 我們是不是要填在這裡 然後 138.0 這個sodium在 sodium sodium 在這 我們是不是要填入這裡 好那我們要怎麼填啊 有沒有什麼idea 我們好像不能用percent percent 這麼作弊的方法 對不對 來 有沒有什麼 我們現在 不是只要填true跟fors 我們要填value的時候 我們顯然就要好好填說 這個 IP在哪裡嘛 對不對 好 我們 在我們開始寫程式前 我們再來想一下 現在 問題已經單純到 只剩下這樣囉 我們再大家 再帶大家 想一下 我們現在該怎麼做好不好 來 來 現在我們只剩下4筆啦 J91 好這邊是IP 然後這個 Kelsea 然後這個 Cretinine 然後還有NA 然後我們這邊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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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然後啊 我們要填入大表 填入大表 這邊有 這邊N的132 然後這邊26嘛 對不對 然後第一個已經是 A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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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是 A碳 B碳 C碳 類似 類似類似 對吧 好 我們現在啊 我們要把這個詞 填到哪裡去 這個詞填到這裡的哪裡 這裡應該有個IP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應該有IP 所以我們要把它填到這裡來 對嗎 好 它的填到這一格 它的這裡對應到的是什麼 是不是第J一個 可以接受嗎 這裡應該是第J一個 所影值嘛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填 summetric的時候 我們填過來的Value 一定是第J一個 第J一個 Raw 可以接受嗎 因為這個J是會變動的嘛 這樣可以吧 那第幾個column呢 第幾個column 我們要怎麼找 我們是不是 之前有教過 which這個函數 which我可以去找說 這個IP啊 它在columnance的哪裡 可以接受嗎 如果我找到了 是不是我就知道 它在第幾格了 所以這裡 這個 這個位置我們要 which找 which這個函數找 這樣可以嗎 which這個函數可以找到 這裡是哪裡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我總共要做四次 對不對 所以我除了J回圈 我是不是還需要有一個 K回圈 1到4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一個一個做 那我先做第一個好不好 我先做第一個把它找到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 既然我們的 roadmap 這樣畫出來以後 大家通常這個東西就是 你如果這個 不是很熟練的時候 你就是要在腦袋裡面 稍微想一下吧 這樣知道吧 那如果想了覺得很難 就把它畫出來 這樣知道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要怎麼做喔 那我們顯然就是要 又要K了嘛 對不對 好Subdata求完之後 我們又要K等於1啦 K等於1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只看第一筆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首先我們要先知道第一筆的這個 第一筆的這個Name在哪裡啊 第一筆的Name在這裡對不對 就是 Subdata裡面的 第K筆 第K筆的第3項 可以接受嗎 第三個column 所以這個 它是不是就會告訴我說 ㄟ K等於1我先 這個Name是不是就是 IP 可以知道這個Name是IP嗎 然後接著我想要 問說這個IP 它是在 Level of TextName的 第幾項 那因為我們的前面有兩個 這個 第一個填ID 第二個填CollectionData 所以說我們必須 1加2這樣可以嗎 所以IP它的Position 它的Position實際上是 13 這樣可以接受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Submetric 好不好 它是不是第13項 數一下 1234567 8 9 10 11 12 13 剛好對吧 所以 這個Position 這個Position是不是就是 我們現在 找到這個 大家看到 這裡是不是13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填入 SubSubmetric裡面 第J個Raw第13個column 對吧 可以接受嗎 SubSubmetric裡面的 第J個Raw第13個column 填入什麼值呢 填入這個值 SubData SubSubData裡面的 第1個Raw第4個 如果是那邊Data的話 就是第4個column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注意我剛剛講的 總共涉及了4個位置喔 因為2個Data總共有4個位置喔 因為我要把2個Data的 資料連結起來之後 總共涉及了4個位置 這4個位置分別是 來看一下下面這裡 Submetric的第J個Raw 第13個就是我們現在的Position 個column 等於SubSubData裡面的 第K個Raw第4個column 這樣可以嗎 這一行這樣看懂了吧 其實我們現在這4個 就是連接 我們兩筆Data的 這個 這個 就是它的核心函數 所以搞了半天 我們的核心語法其實是這一行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全部執行一次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Submetric 看到了嗎是不是填上去了 好 這樣填上去之後 各位是不是覺得 要做成回圈其實也沒有那麼難啊 對不對 還做在這裡的各位應該 這個回圈都很熟悉了吧 對不對 K回圈4 K從多少到多少 K從多少到多少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講 4嘛 4是什麼 4應該是Nraw SubSubSubData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應該是NrawSubSubData 那我可以把它包起來 對嗎 好這樣可以吧 這個可以回圈可以 我們先 我們 不要一次包太多回圈 我們的確看得到 我們現在全部可以包起來 但是我們先這樣執行 我們這樣執行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Submetric 好的確 4點 是不是都填進去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應該都填 都填進去了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接著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J回圈也包起來 J回圈是不是下面這裡程式碼都要一起包 我一次J應該要下面全部都執行完嘛對不對 那我J怎麼包呢 4 J 1到多少 N點CollectionData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先全部執行一次好不好 那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的Submetric 是不是有點像 是不是有點像我們要的東西了 可以接受嗎 好那現在只剩下一件事情啊 現在我 I如果包I回圈的時候 這個Submetric會一直被我蓋掉對不對 這個Submetric會一直被我蓋掉啊 所以我需要外面存一個東西 去跟他 我需要 產生一個新的物件 然後不斷的跟他合併 這樣子我們就會產生一個最終的大矩陣嘛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Rby的 我們要怎麼用Rby的這個函數把10個 10個Submetric把它合在一起好不好 就是回圈結束的時候就要把它合起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不然我回圈重新開始的時候 我是不是會產生一個新的Submetric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必須在回圈結束的時候 I回圈結束的時候 把Submetric這個東西 把它合併 合併到一個新的物件裡面去 那這樣讓這個新的物件越來越長大 有點像 上一節課 我們是不是學到Merge這個函數 只是Merge這個函數 我們是往左邊掌 往右邊掌 往右邊掌 我們有一個 這個Data Start 對不對 Data Start Data Start這個東西是剛開始的 I等於1的時候是Data Start嘛 對不對 那I等於2開始都是產生的都是Data Continue 那Data Continue跟Data Start合成新的Data Start 對吧 還記得嗎 還記得上一節課我們怎麼做的吧 好這一節課 我們 要利用類似的技術 不過 我們的 Final Data 那 喔這裡就是包回圈的過程啦好不好 好包回圈的過程 我們Final Data 我們可以先把它 命為Noon 這個我們可以放在最外面 放在I回圈的最外面 Final Data等於Noon 這個Final Data現在等於Noon的時候啊 我們現在直接 按RUN他就是Noon對不對 但是啊他可以跟我們的 Rby的 Sammatrix Sammatrix 好這什麼意思勒 就是我全部這樣執行完之後 我的Final Data 本來是Noon嘛對不對 現在就變成 我剛剛第一筆Sammatrix已經合進去了 這樣可以嗎 那我I等於2在執行完 那這個Final Data就長長了喔 這個Final Data就長長了喔 可是好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Data實在太長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們看不太出來這個Final Data有多長 我們看他NRAW好了 Final Data 288 應該比剛剛長了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再I等於3再做一次 441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他是不是就越長越長了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以下所有東西 要重複執行的 通通都包成I回圈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來可以接受的話我們就來包 4 I從多少呢 1到多少 Number of patient對不對 好全部貼起來 好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執行完啦 好執行完啦 執行完了 這就是完整的程式嘛 那並且你可以用WriteCSV把它寫出去 我們來寫一下好了 Test.csv 然後我們不要Raw Nance 好我們NA 好我們把Test把它抓出來看看 Test.csv 哎呀這個file encoding沒有弄好 所以他的這個 文字怪怪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是不是 是不是全部都填好了 這個病人某個時間點是不是這些都填好了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那我們往下拉 是不是病人是有換的 好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你們你們等一下 現在要做練習體啦 你們等一下工作啊 就是請你把這個 Data 3-4把它下載下來 等一下你的工作就是先執行完 第1個part 這個part你試著 Follow一下他的路喔 這個我們會花久一點的時間啦好不好 這邊我們希望可能 我們可能會做到11點好不好 但是我們中間會 不定時檢討這樣子 然後並且你要把練習體做出來好不好 練我會看大家狀況啦好不好 我們原則上現在已經是34分了嘛 我們這一題做到11點 這一題是所有今天最困難的部分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 Data 3-4它有什麼差別呢 第1個 他的column變多了 他的column變多了 所以說你的這個 你直接 複製貼上次絕對不可能walk 第二個 他的病人有大概2000多個吧 所以一定會很久很久 所以請你加上進度條 去掌握他的狀況 好不好 好那我們先把時間還給你們 我們來看一下這題要怎麼做啊 這題這個 我們先還原到剛剛 我們這個 回就是我們剛剛寫程式的時候 寫到這個 IJK 都還不在回圈內的時候 這樣子啊 比較好繼續做操作 不然的話你很難寫範例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把 3-4這筆Data 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 光讀檔的時候都感覺他有點久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Data格式 你會發現 他的這個順序改變了對不對 所以 順序改變了我們要怎麼樣 很好的讓這段程式碼有擴充勒 首先我們本來用第三個Colon是不是 我們希望改成 名字 這樣子同樣的我在做TestName的索引的時候 他一樣就比較他不會他就不會受到我的這個 就是 就是 欄位名稱欄位狀況的改變啊然後做這個 就是程式就不能用 那Pation Number呢一樣我們改成Pation Number OK 那接下來這個 到了這裡之後啊 Iden1這裡 我們這裡 1啊這裡我們一樣把他改成Pation Number 那我們在Subdata2這裡啊 我們 把他改成 他其實是Collection Date對吧 其實是Collection Date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得到第一個病人 他的N of Collection Date了 這樣總共五四筆 第一個病人 五四筆 我們就可以把他 Summetrix 把它弄出來了 好接著 接著這個 前面這兩個呀是要做完的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的Summetrix 好非常標準 這個是我們現在當前的格式好 接著我們把第一個時間點的 第一個時間點的這個資料 把它 把它抓出來 第一個時間點資料 這個時間點第一筆資料 這個病人總共有 6筆數據 而這6筆數據呢 分別是這個 就是分別 有些介於Range內 有些介於Range外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首先啊要先把這個 Subdata裡面第K筆 他並不是第3個Colon 他是TestName 這個 這個Colon 然後啊 把這個 CestName這個Colon 把它的Position抓出來之後 這個Position 這個Position第18 也就是我們要填入第18個Value 那我們要填入什麼呢 我們要填入True跟False 9.0有沒有介於 8.6到 10.2之間 有所以他填True 那162有沒有介於200以下 這個NA就代表他沒有MinimaValue 所以 從負無線大 到正無線大他都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要怎麼做條件判斷呢 我們做條件判斷的時候 我們可以參考這裡 我們先把Value給抓出來 我們先把Value給抓出來 然後並且 再把這個 Minima跟Maxima把它抓出來 那Minima跟Maxima他有時候是NA對吧 所以他如果是NA的話 我就要把Minima 改成負無線大 如果Maxima是NA的話 我就要把Maxima改成正無線大 然後我們去判斷 這個Value是否介於 這個Value是否介於 Minima跟Maxima之間 如果是的話他就會填True False他就會填這個 他 接著他就會填False嘛 好我們現在按下RUN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Submetrics 好 他已經填入了一個True了對不對 好接著 我們可以把這個K回圈 把它打包成Fall K in 到多少呢 Enroll Sub Sub Data OK 好全部執行 好全部執行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的Submetrics 好True False Tr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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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他的 收點是沒有在範圍內的 我們來回頭看一下他的收點是不是真的沒有在範圍內 沒有在範圍內對吧 所以這就是有異常 好那接著呢我們把J回圈再打包起來 J他從多少到多少呢 N點CollectionDate對不對 好 那這樣這回圈就打包了 好這樣子我們是不是這個Submetrics就完成啦 好接著接著我們要Final FinalData我們放在最外面 好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打包I回圈了對吧 這樣我們就可以打包I回圈了 好Fall I 1到多少呢 N點Patient 全部複製 好貼上 然後那我們要怎麼加進度條呢這樣子 這樣跑起來 這樣跑起來我們不知道多久嘛 進度條我們來看前面這裡 是不是有 PB 他從多少到多少 他MaximaNumber是 N點 Patient 那我們這裡 SetPB ProgrationBar 然後接著 Close PB 好我們現在教大家這一串語法總共五十幾行 我們如果一次要執行的話 我們可以按右邊的Source可以來執行 我們按Source之後 還要開始執行啦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進度條在跑 然後有沒有發現跑得還算快 一開始的時候啦對不對 之後啊 你會發現越跑越慢 越跑越慢 好我越跑越慢的原因是這樣子 我們先放在他跑 我們來解釋一下 在電腦裡面的記憶體管理 好在電腦裡面的記憶體管理的時候啊 我們會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電腦的記憶體是一個連續的陣列 A 然後這個可能是什麼 這個可能是什麼 這個可能是什麼 這樣子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嗎 好那我們每產生一個新的Summetrics的時候 好每產生一個新的Summetrics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會丟到這裡來 這是一個A-Summetrics 對吧 那我們中間又會進行很多操作嘛 我們又會儲存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什麼Position啊 Sumdata啊什麼的 所以這邊又會有一些 不重要的東西 這樣知道吧 這邊有一些不重要的東西 然後接著 我們再產生一個 我們這邊A這個 A先生 我們這種 這種 好接著我們又產生一筆我們需要的東西 對吧 好那接著 我們又產生了 我們又產生了一些不重要的東西之後 我們 這個要把A跟B這兩個 把它合併起來 對不對 把它合併起來的時候啊 我們的finaldata f1 finaldata1是合併A跟B 它就會產生在這裡 那接著呢 接著我們又會產生一些不重要的東西 然後再產生 C這個 C這個病人的subdata對不對 然後再產生一些不重要的東西 接著f1跟C要合併 它有辦法直接合併嗎 沒有辦法對不對 所以電腦為了方便做機體管理 它只好 再產生一個f2 這個f2 比本來f1稍微大一點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啊 雖然看起來你的data 好像沒有很大 對不對 但是在這個回圈的過程中 它會不斷的損耗記憶體 那其實這些都是廢物對吧 這些都可以丟掉 當然我們可以把它清掉啦 但是清掉速度還是很慢 欸你看 我的電腦快要跑完了 但是速度很慢對吧 好看看看起來 我的電腦已經跑完了 好 不過我跟你們講 我的電腦跟你們的電腦 等級是不一樣的 我現在用的這台電腦 大概200萬 所以跟你們手上的電腦 當然是完全不能 你們這邊全部的電腦加起來 都沒有我現在手上用的這台電腦 還要多 好不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要怎麼樣好的解決這個辦法 我們不能夠用Rby的這個函數 不斷的去挑戰它 因為它每次我用一個Rby的 它就必須產生一個新的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 產生一個東西 叫列表 這個列表 去記錄 列表裡面的 第一項 它在記憶體的某一個位置 列表裡面的第二項 它在記憶體的某個位置 第三項 它在記憶體的某個位置 好類似這樣子 這是A 這B 這C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現在產生一個列表去記錄 我剛剛產生的 第一個病人 第二個病人 第三個病人 因此類推下去 這樣可以嗎 那 這樣產生完了以後呢 我到時候再用 Rby的這個函數 把這邊全部集合在一起 就是我的final data 只要產生一次就好了 不要產生好幾千次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了嗎 這樣在過程中 雖然我還是會浪費一些記憶體 但至少最浪費記憶體 這部分是不用浪費的 這樣可以嗎 剛剛有同學 跑到一半 記憶體不夠了 這很正常啊 你如果 考慮到它是這麼做的 當然記憶體也會不夠啊 等下用列表再做一次 它記憶體保證就夠了 好不好 因為它非常節省記憶體 OK 我們來看一下 要 現在我們要來介紹 這個 R裡面的第三種物件 叫列表 我們已經 介紹過了 向量 變數層向量 對吧 也介紹過了 矩陣 正列層的 矩陣資料表 對吧 我們現在要介紹 最後一種物件格式 也就是列表 列表這個物件格式裡面 總共有分 三種東西 分別是列表 A3物件 A4物件 A3物件 根本就不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啊 因為這是R裡面 特殊的名字 等一下我們會 稍微介紹到 S物件 我們 完全 不會用到 就是 這 一個學期的課程 都不會用到 然後 它其實平常也蠻少用的 所以我們不會做 太多的介紹 等你們用到的時候再說 好不好 那 S3物件 我們會稍微介紹一下 而且我們等一下列表 就是要做 做一個 S3物件 好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列表這個東西 要怎麼去walk好了 首先 先產生一個數值矩陣 好這個M1是一個數值矩陣對吧 這個M1是一個數值矩陣 那 它跟 文字矩陣顯然是沒有辦法合在一起的嘛 對不對 好 M2是一個文字矩陣 那 接著再產生一個邏輯向量 這樣 好這三個東西我要怎麼把它合在一起呢 我們可以用L1 等於List 好這有點 是不是有點像這個 C這個函數 就是把它打包起來嘛 對不對 好 List這個函數把 M1 M2 X3 把它打包成L1 這個L1 你看到它就是 總共有三種東西 分別是 M1 M2跟 這個 L1 這個 X3 然後分別三種不同屬性的東西 好這就是要列表 列表就是啊 我現在啊 已經沒有辦法用結構化的方式去合併你們啦 那我就 產生一個列表 然後 看著 我們的這個 想法 才告訴你說 你的 你如果要叫E的話 它在 記憶體的哪裡 我可以叫給你看 但是它整包是一個東西 這樣大家懂得了意思嗎 列表就是這樣的一個物件 好那列表這樣的一個物件 我們來看一下它要怎麼運用喔 首先 這個Lens這個函數 可以拿來告訴我們列表裡面啦 總共有 多少個 多少個 就是所指向的這個 這個 子物件 好你會發現 它只能給我三對不對 好當初我們在對 Matrix.Lens的時候 它是不是直接告訴我 NRAW X N COLOR 可以接受嗎 但是列表它沒有辦法告訴我裡面總共有多少元素囉 我只能夠告訴你裡面有三個植物件 至於這三個植物件它分別的長度是多少 請你一個一個自己再去查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接著 第二個 還有一些函數 像class這個函數當然也是可以用啊 class這個函數 可以拿來 N1 欸它是一個list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有一個函數叫Names 這大概大致上對於ColorNames ColorNames 就是那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 矩陣 ColorNames RawNames可以給它一些名字對吧 同樣列表裡面的物件 我也可以給它名字 我們把 NamesL1等於ABC 我們再看是我們的L1 你可以看到它左邊是不是告訴我 這是A 這是B 這是C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應該是可以啦 好那接著 我們還有一個函數 非常特別 它叫LS LSL1 它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物件 這個列表裡面 它總共有多少東西 總共有多少東西 這樣可以吧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這個列表是別人給你的 你根本搞不清楚 這裡面有多少東西 你自己產生的當然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我要 知道它裡面有多少東西 我就用LS這個函數 注意啊 這些也是我們的核心函數 我們多了Names跟LS 這兩個函數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繼續 好那 我們教一個新的東西 最重要的就是要學它的鎖印 這樣子吧 因為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們幾乎要做任何回圈的操作 都要用到鎖印 對吧 那我們這個鎖印啊 列表的鎖印是兩個中化號 為什麼 因為中化號裡面有豆點 已經被用掉啦 對不對 中化號裡面 沒有豆點就像樣 對不對 那 中化 中化號兩個 雙中化號可以交出列表 這樣可以吧 好雙中化號交出列表 我們來看一下 列表物件裡面的雙中化號要怎麼使用勒 來L1 雙中化號 1 就產生了第一個 值物件對吧 這是剛剛那個 M1那個矩陣 第二個值物件 好同樣的 它還可以打名字 舉例來說A 好它就是值物件 A C 值物件第三個 那個邏輯向量 這樣可以嗎 所以列表的鎖印 應該也沒有特別難吧 好還可以用前號啦 忘記解削了 L1 前號 C 好同樣的 這樣可以接受 好所以啊 這個 呃就是 列表裡面的鎖印 大概就是長上面那樣子 好 其實大家知道鎖印可以連續運用的喔 鎖印裡面的鎖印 好所以 其實 學會列表以後 你就會發現 欸它其實沒有 沒有那麼難對不對 前面我們已經做了一些熟悉了 其實在這裡 我們就只知道 列表就是把很多東西打包起來 那它的鎖印是雙中化號 然後它有兩個特殊 佛它的函數 Names 跟著 Ls Ls 負責去告訴我說裡面到底有多少東西 Names 讓我可以去命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啊 經過上述的示範之後 我們發現 列表這個東西非常的方便 但列表裡面的東西是不是很雜很亂 對不對 那有時候啊 我們希望這個列表可以做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這個東西就是A3物件 來就是 我們啊 裡面 Print 我們Print這個列表出來之後 本來它裡面的東西看起來雜雜 我們希望使用者打下Print之後 我們可以給它看到一個Summer 而不是啊 看到這邊原始的數據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你 按一下你在以前喔 在我們這節課之前 你從來沒有接觸到一個東西 它Print的東西跟裡面的東西長得不一樣 現在我們就要產生這個 產生這個 效果 好怎麼做勒 來大家看一下 我們啊 現在的L1 長成這個樣子 再看這L1 最後看它一眼 它原來的樣子 長成這個樣子 現在啊 我們 問一下它的 class 它的class是一個list對吧 沒有問題 好我們啊 看一下我們這個操作 這個操作實在太誇張了 我們居然強迫 把它的 class 改成一個叫TEST的名字 改了以後 ㄟ 它的屬 我們再問它一次它的class是什麼 還真的是我剛剛去強迫它的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L1 你會發現 沒有任何改變 唯一有改變只有在下面 他說這是一個怪怪的class 這個物件屬性叫TEST 但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這樣可以吧 那接著呢 接著我們要怎麼做呢 好所以如果你使用函數class在 查詢一個看起來像列表的東西的時候 你看到下面有這個東西 那我可以跟你們講 它十之八九就是一個S3物件 應該說它百分之 百分之九十是S3物件 剩下就是S4物件 好OK 那我們啊 來制定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啊 這個函數我們先不管它效果是什麼 好不好我們就先貼上去 並且 我們貼上去之後我們先 我們執行喔 執行完了以後 右邊是不是出現了一個 Print.Test這個函數 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 我們剛剛 打L1 大家還看到什麼還記得是 記得吧 好我們再打一次L1 你們發現了什麼 圖文不符了對不對 這個 看到的東西跟實際的內容是完全不相符的對不對 我們再看這LS L1 還是那個我們熟悉的L1 我們再打一下L1 第一個物件還是那個東西 第二個物件還是那個東西 但為什麼 我現在直接Print.L1 他給我看到的東西 居然跟 他原來裡面的東西不一樣 這是神奇的對吧 這就是S3物件 S3物件的核心是 我強迫他 我強迫一個列表 改成我想要的屬性名稱 就來說是Test 並且我指令一個 Test ForTest的Print function Print.xx 這個後面這個東西 要完全 等於我們剛剛命名的 Class物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你命名完了以後 這個東西 他就知道我們列表進來的話 我們要把列表裡面的東西要怎麼Print出來 我們Print出來的方式是 使列表共有 三個物件 因為剛剛那個物件總共有三個子物件嘛對不對 然後 這個物件名稱分別為 Print NamesTest 所以啊這個物件 如果我們把東西改成 Test這個子物件之後 我們自然就會運用到 我們什麼都不打 R就會知道我要呼叫 Print.test 這個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如果 如果我把 L1這個物件 把它改回 List 這個時候我們再按L1 他又回到我們熟悉的樣子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他又變成這個樣子了 好這樣懂我意思嗎 在R裡面我們可以隨意的 去 隨意的去就是 去更改我們的這個物件 那個列表的物件屬性 那這個列表物件屬性可以 幫我們 產生出S3物件 這樣一個特殊的物件 好那我們現在啊 再來試一個 特別的函數 叫Summary Summary這個函數啊 我們講SummaryL1的時候 他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我們再寫一個 Summary.test這個函數 然後再使用SummaryL1這個函數 好在 Summary.test我們寫完之後 我們再按SummaryL1 他是不是又出現了新的東西 是不是根據我指定的 Summary函數 去做一個選擇 好所以啊 在R語言裡面你發現 如果你以後啊 在使用別人的函數的時候 你發現這個東西 好像是一個S3物件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Summary這個函數 Test它 因為通常 都會有一個對應到的 Summary函數被寫出來 這樣知道嗎 所以Summary函數是一個 S3 class的一個 這個 就是函數類別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還有Printer也是 Printer也有 好OK 那你學到這些東西以後 我們就做一個 簡單的練習 我們現在希望啊 你產生一個S3物件 現在當前的這個東西 是一個列表對吧 這個列表啊 我們 如果你已經學會了 編寫S3物件 我直接打下 Test list 它應該出來是下面這個樣子 而不是上面這個樣子 好所以你要做什麼呢 把這個列表 給它一個 特定的 Print function 這個Print function 可以讓你直接 Print出來之後 長成這個樣子 好這題我們不要花太久的時間 我們給大家10分鐘的時間 練習就好了 好不好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一個 更重要的東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答案其實非常清楚啊 答案就是你列表產生完之後 你要首先先把 你的這個list 命名完一個 你喜歡的名字 你爽的名字 然後為這個你爽的名字 給他一個Print 函數 這Print 函數裡面就可以寫好 你打算怎麼去呈現 這樣的一個 特殊的物件格式 我們這樣子複製下來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 Test x 這樣Test list 他就會出現這個 標準答案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 難度沒有說非常非常高啦 基本上就是 你如果看了 我們的 示範語法之後 理論上你應該就可以學會了 到目前為止 這應該不會太難 這就是一個特殊的物件屬性 好我們現在來 教我們今天 最後一個部分啦 我們今天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要利用 列表來解決 我們記憶體管理的問題 對不對 那 他除了 如果記憶體管理可以好的話 他速度就會快 大家一定要知道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現在 這個 我們要怎麼來 我們來做一個示範 這個示範是什麼呢 來這裡有一個 RNORM這個函數啊 你們不需要太 你們不需要太了解 你們只需要知道 我們現在做一個示範 這個示範說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T0等於 這個System Time 這個算時間的方式 我們在第三節課就學過了 第二節課的樣子 第二節課都學過了對不對 好 所以啊 這個BaseData 他等於 RNORM20 RNORM20 這個BaseData 你要知道 這個BaseData 就是一個 一堆亂數 RNORM是說 我們從常態分佈裡面 抽20個數字 抽20個隨機數出來 這樣知道嗎 好這個 這個函數不需要學啦 好不好 我們只需要 我們現在只知道 我們現在有個小Data 這個小Data 我們要把它 用FinalData合併1000次 1到1000就是合併1000次嘛 每一次都用RData 把它合併起來 這就是一個 範例語法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現在 全部執行 他告訴我說 他總共花了0.46秒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就代表 這樣的一個小Data 合併我花了0.46秒 合併1000次 花了0.46秒 好連續2000次 我們看一下 1.82秒 1000跟2000 好像兩倍不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我們再來4000 1.82秒 理論上應該兩倍 但是問題是 他好像花不只兩倍的時間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原因為什麼不只兩倍 欸就是我現在 這裡 就是這個寫的這個 這樣懂我意思了嗎 所以他會不只兩倍 因為 他的機體管理 是這樣子做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4000已經很多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來 我們用列表來解決這個問題 來 DataList 等於一個 空的List 我們把FinalData改成DataList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我們把 我們本來是要Abi 我們把BaseData 把它改成 在DataList裡面 我們用索引嘛 索引裡面的 第1個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用這種方式 來索引看看 你發現什麼 瞬間 對吧 我本來4000 我本來4000次的這個 就是 合併檔案 本來要 4秒多的 現在只剩下0.01秒 1%不到的時間 對吧 而且我告訴你喔 如果把4000桿4萬 也是瞬間啦 他完全沒有 他的這個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對不對 好那但是列表 假設我們 可是如果我們存成列表格式 我們這樣 沒有辦法寫成CSV檔嘛 對不對 我們還是想要把它合成一個 這個 我們還是想要把它合成一個這個DataFrame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合成一個DataFrame呢 有一個函數 叫Ducco Ducco這個函數啊 是說 我們啊 Ducco這個函數很特別喔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 把Lesson33 Lesson5 的Data33 把它讀進來之後 這個Data1 是不是就是我們剛剛 練習的時候用到那個Data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我們剛剛練習的時候用到那個Data嘛 好在這個Data裡面 我們 是不是用 read.csv這個函數 我們是用read.csv這個函數 我們輸入了什麼 輸入了filename 輸入了header 輸入了fileencoding 對嗎 可以接受嗎 其實我們可以用 list這個 list這個函數 把file等於這個 把它包起來 把它包起來之後 這個parameter list 它就是一個 很普通的list對吧 它是一個很普通的列表 我們可以利用Ducco read.csv 那用的參數是什麼呢 用parameter list 這裡面的參數 把它合 喔這個 這裡是Lesson5 好再一次 我們再看一次我們parameter list 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接著我們可以用 Ducco 然後read.csv 就是我要執行這個函數 用了參數呢 用後面那個list裡面的參數 按下run之後 你會發現 Data1跟Data2 兩個是完全一樣的 好那接著 你如果去查abite的話 這個函數 rby這個函數 裡面 可以放非常多個 我要合併的物件 可以放1000個都沒有關係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使用 Ducco rby的 把我們剛剛的data list 把它合起來 合成我們的mydata 好所以其實啊 如果要產生完全一樣的東西 我們必須在這裡再加一行 這樣才是 這樣這個mydata 就會從 這樣這個mydata 就會把這個list裡面 裡面所有的東西 再產生出一個 final的 final的 等一下 這樣可以吧 就是list 指向哪裡哪裡 最後 Ducco rby的 把它合起來 這樣可以吧 可以接受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花多久的時間 一樣4000次 還是非常的快 這樣知道啦 比起剛剛那個 rby的 流程 他這個用這個 Ducco rby的跟列表這個組合 簡直就快太多了 這樣可以吧 那現在請你 做一次 練習3 這個練習3啊 請你 直接 我們也不要浪費大家時間了 好不好 我們這個做完就下課 因為 你如果練習1還不會的 你可以留下來再練習一下 但是我們現在 完全就focus在練習3 練習3你要怎麼做呢 請你到練習1的答案這裡 把它全部貼起來 好全部貼上 那剛剛我們這裡是用 rby的對吧 我們這裡是用rby的 這裡是用這個 這個樣子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成 你可以先執行一次啦 感覺一下有多久好不好 但是你 請你把它改成 用我們剛剛 在這裡學到的技巧 用列表特性加速 把它改成 data list 把它存在list裡面 並且用ducco 把它合在一起 你可以感受一下 時間的差異 好不好 來我們來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我們要怎麼改勒 首先就是 這個應該改不了幾行啦 這個是練習1的答案 那我們在這裡把 final data 改成 data list 等於list 好先這是一個空的list 這個空的list呢 我們把它放這裡來 第1個 等於 submatrix 好最後我們在 最後來final data 等於ducco abide 然後這個 data list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全部執行啊 好 好他的速度在 200萬電腦上面感覺差不了多少啦 好不好 但是你們應該是會非常有感的 因為我的記憶體的 我的RAM的量 有大概 512G啊 你們跟我是沒有辦法比的 好不好 你們硬碟的量可能跟我的RAM量差不多 這樣子 好那這個 大概 這題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有 這個 這邊會有非常多的這個 助記 改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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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三行 這樣就收工了 好這一題是 開始demo我們怎麼樣把 別人的語法 你可以講說 以後你到網路上查 才會 舉例說這個東西怎麼做 可能會有人給你一個範例 你要怎麼改到自己的語法上呢 這一題就大概就是在練習這件事情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這個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最重要就是學會的列表 然後還有一些 資料處理的進階技術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之後還有非常多就是類似的案子啦 還等待了大家學習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結束了